基隆市議員曾一方在總質詢時指出 舊的開源立體停車場即將要拆除 未來會做什麼用途呢 市長謝國良大訊士表示 拆除後短期內可以規劃作為機車停車場 我們原來的是機械式的立體停車場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很久了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用了 那我覺得如果把它拆除之後呢 我們這個短期內 應該是可以考慮做一些機車的停車用地 那長期來看我們可能還是要做一些 這個適當的規劃 那不知道議員有沒有對於那個地方 其實您比較熟了 不知道你覺得開源要怎麼安排 曾一方希望市政府未來可以在這裡 規劃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或是多功能風雨運動球場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地下停車場 就是除了停車的問題之外 目前最需要的還是室內運動場館 或者是風雨運動場館 那目前市長所做的室內兒童樂園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過對於各年齡層的市民朋友來說 都是需要有良好的運動空間 很可惜本市只有姓惡的勢力體育館 還有我們的施球路的國民運動中心 可以提供給民眾使用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開源路 立體停車場的空間 其實這個空間說大不大 那說小也不小 那如果要容納我們兩個籃球場的空間 我相信應該是還可以的 但是未來如果要開闢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批建地下停車場 提供給民眾付費來做使用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是認為七魯區很少有室內的停車場 所以這部分提供給我們建議 那本席建議此處國民運動中心 或者是多功能風雨運動球場的方向來做規劃 一定要把地下停車場的空間規劃在裡面 避免造成像七魯國小那樣 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市政府在做校舍改建的時候 沒有先見之明 也沒有把地方的發展考慮進去 所以現在就導致 七魯國小沒有地下停車場 民眾沒有地方可以停車 就導致很多違庭的現象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